長按喇叭發出噪音 一大群飆車族全塞在馬路中間 後面這車看不下去 也猛按喇叭是意要他們讓開 但是飆載冷完全不理會 行徑非常囂張 馬路上沒帶安全帽競速狂飆 甚至在路中間表演特技 讓現場揚起陣陣白煙 這裡是桃園 蘆竹 南青路和紅竹路 飆車族17號晚上聚集 不僅霸佔道路影響交通 噪音更是擾民 人家這飆車很習慣 有的塞賣爐的嗎 不不不不不 放我這樣扁扁扁 到那個紅營前那邊過去嗎 停了以後再轉回頭再一次這樣子 附警住戶表示 飆車族經常在半夜兩三點出現 每次聚集都有將近一二十台的汽機車 而更讓他們困擾的是 就算報警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看到遠景到場 就會四處逃竄 他們不是說過去就算了 他們就在這一段 最少玩半個鐘頭以上 那等到警察來處理 他們再來拋給警察追 而這群飆車逐事後更是囂張 把整個危險駕駛的過程 全都PO上網 也成了最有力的證據 警方將以影片追人 不容許公權力受到挑戰 這段新聞 神秘請黃仕瀾 桃園參謀報導